刚钓的鱼居然被一群打鲨鱼半路包抄了 可男人不仅不着急收紧 反而左右晃干 用大鱼细耍鲨鱼不停追逐 每当鲨鱼快咬中时就把大鱼挥向另一头 一耍就是半个小时 几条鲨鱼就这么红着眼被它耍了半小时才消失在海面 然而得意忘形的男人却没想到 刚才的举动会被自己惹来多大的麻烦 这个插曲过后 由黑哥继续拍掉 没过几秒他就发现这次的鱼只能用斜门来形容 鱼竿才下水没几秒就变形成这样 让人很难不怀疑咬钩的就是刚才还没走远的大鲨鱼 想到这儿他又紧张又行的 使出全力拉线 然而这个姿势却并不太好发力 鱼竿那头暴涨的拉力 也让他根本没有调整姿势的空气 最后只能用这挑水一样的吊姿 和大鱼一来一回的角力 可正当情况渐入佳境时 不堪重负的鱼线却突然被攻断了 船长见黑哥的衰仰决定替他继续战斗 然而船长这一出手架势是挺足 但怎么看着比刚才那大哥还吃力 这大鱼莫不是屁股后面着了火 往海底一窜就是脱险之势 根本拉不动 鱼竿也再次被扯成了一个可怕的弧度 没坚持几秒就又阵亡了 好家伙 大哥别笑二哥 给船长气的是满脸过嘛 跟黑哥一商量决定开打车轮战 就不幸哥俩轮番上阵还拿不下这玩意儿 这回修整好的黑哥到底能不能支愣起来呢 只见他一拉一放一摇轮 瞅着是比刚才手拿把掐了不少 谁知一顿操作猛如虎 吊上来的净只是一个残缺的鱼头 拉起来一看更心痛了 这居然还是调东西外 给兄弟几个看得心理直放了 俗话说死鱼正口收肝就走 可这帮男人别的没有就有一身反骨 越怪异就越激起他们的好胜心 这回船长派出蓝衣哥继承衣布 谁知蓝衣哥也没能支愣起来 情况跟上次简直是副指粘贴 一顿操作猛如虎 顶经一看鱼头处不用问这回又被截狐了 而连续被截两次狐 也让他们可以断定 就是那几条不死心的大鲨鱼来报复了 而且你看这次受害的还是条大金枪鱼 看这头颅的大小 他少说也有十几斤 这鲨鱼居然还专挑跪甲火枪 真是老虎头上把毛 我腻了 船长现在彻底怒了 立马继续提干开干 可能是脾气太冷 这回马达全开的船长经过十分钟的搭斗 居然真的拉上一条完整的大黄金吧 这家伙又名黄条氏 不过别看他长得一副挺贵的呀 可味道却挺抱歉 属于中看不中用的破译 好嘛 本以为终于把鲨鱼制服了 没想到是人家根本看不上这点别搅货 船长哪受得了之羞辱 抡起膀子继续开干 他就不信今天掉不出一条完整的值钱货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又经过十几分钟的拉扯 他们终于打破了今天的魔咒 要上一条品相绝佳的狗牙金枪 作为名贵的经济品种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值钱好货 这下终于是能好好措措那几条鲨鱼的坠切 钓到这个时候已经黄昏 船长也决定当场把这条鱼宰了切片 庆祝今天的胜利 而这帮钓鱼老一向是不作不死 这回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插上一条巨大的鲨鱼 可放完血之后 居然把他挂上了鱼钩当诱饵 顺手就扔进了海里 原谅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能把这大鱼吞下去了 这个瓷器活呢 你看主钓手往船上一走 派头就出来了 再看这当下加干的姿势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他表演了 看着走线的速度就知道 接下来必定是一场腥风血雨 几分钟不到鱼线就已经放跑了666米 男人紧紧盯着线轮仿佛不敢置信 到底是什么鱼能把这么长的鱼线 撑出残影来 他终于沉不住气了 赶紧锁紧线轮稳住吊子 想先给大鱼来个下马位 没想到大鱼猛的一个发力 让他彻底分不清大小王了 这到底是什么恐怖的力量 能让两个壮汉都招架不过来 逼得他们一人一只脚底在船线来借力 可惜两脚离地的智商也没占领高地 放线容易收线难 大鱼现在是扯着鱼线乱窜一击 鱼竿也被拽得几近脱手 现在顾不上体不体面的了 再这样下去连鱼带耳全得搭进去 只见被星哥快速握住鱼竿往上抬 这才让主钓手缓口技 抽出手专心摇轮 二人就这样跟巨屋一来一回 罚了半个小时的盒 一收一放都配合默契 中间也不断调整姿势改变战术 而无论他们怎么使劲浑身邪数 大鱼都不见丝毫泄力 简直像个开动隐情的大魔头 给俩人折磨得是叫苦不敌 可是见在弦上不得不发 再怎么艰难他们也没法脱身了 只能拼尽全力继续抗抗 现在哥俩的手臂和虎口已经快阵麻了 体力也一点一点下降 可是越是这时候就越不能放松 大鱼毕竟不是铁打的 把他们折磨成这样的东西 自己也同样是困手之斗 而且兄弟俩的耐力明显比他强 随着时间推移 果然慢慢占了上风 就在这关键时刻哥俩知道机会来了 默契的一起进入暴走模式 一个人拼命摇轮受陷 另一个人则猛力太干 保证大鱼再无法往深海逃去 就这样又经过了十几分钟的活动 终于把巨屋的防线彻底粉碎 拉近了一看二人都爆发出了欢呼 快看 这条石斑少说也有一百多斤 怪不得有这么恐怖的力量 看他在船边生无可恋打滚的样子 哥俩别提多有成就感 这就是钓鱼人的乐性 活动时有多绝望 征服大鱼那一刻就有多快乐 虽然大石斑是尽致捕捞的 但过了这个影和比啥都值 关注我 每天带你发现一片新大陆